你们之后真的没有办法走下去的话 你再给这个男孩打电话 这个男孩身边的那个女孩怎么想 他能否接受 你身边的那个男孩怎么想 其实我不是说经常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们虽然说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他更是我的男闺蜜 我们是无话不说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后来我们成为男女朋友之后 然后走到今天这样 所以我正是觉得这是可悲之处 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 六年的友谊那种默契 然后做了这个男女朋友的时候 默契去哪了 对啊 你们的默契去哪了 还有就是我想奉劝这个女孩说一句话 千万不要说 你还不如我前男友 这个话千万不要讲 我奉劝你一定不要再说了 对 这个话对于男人是触及到 男人底线和自尊的 对如果我是这个男孩的话 我下句话我就会说 好啊 找你前男友去啊 你跟我过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话其实真的是挺伤感情的 在这个夫妻或者是恋爱的关系当中 伤感情的话尽量少说吧 好的 好 谢谢杜老师 来 杜老师 有情当中 坦诚是必要条件 付出不是必要条件 但是在爱情当中 坦诚是基础条件 付出倒成了必要条件 那朋友与朋友之间再好 即便是无话不谈 但是似乎还是应该相敬如冰的 但是你们认为 一旦从友情转换成了爱人关系的时候 好像我拿了一块免死金牌 我可以对你胡作非为 就像你和你的朋友之间 可以无话不谈 可以坦诚 但并不代表你要对他付出 但爱情不一样 爱情有的时候甚至不坦诚 你骗我 我骗你 但必要条件是有人要付出 而你们恰恰忽视了付出这一点 你们当朋友的时候很坦诚 有默契 但是在进入了爱情之后 你们却缺少了付出的层面 就像白老师所说的 认为对方是理所当然 本该如此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认识这么多年 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开始爱上 在我看来 有很多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所谓的友情并爱情的这些情侣 好像大部分都不得善终 很多兜了一大圈回来之后 才接受的他 往往是对于生活的妥协 和生活的消极 退而求其次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 有情无法转换成爱情 爱情也无法转换成有情 我始终认定人与人之间 这一辈子的相处关系 大概只有一种 不能乱 如果要有 早就有了 又何必等到现在 其实我没想到 你对你的前男朋友和他之间 就是典型的退而求其次 还年轻嘛 还可以再找 找个心目中的 不要耽误了对方 就这个 嗯 那个 我就给女生一个建议 嗯 就是当他们说来说去 突然我就低头一看资料 哦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大哎 对 我大 你看 哦 姐弟恋 突然发现这个东西 现在挺时髦的 过去一说姐弟恋 还挺敏感的 那在这种关系当中 大概因为年龄大一些 女性成熟的早一些 最好扮成一个引领者吧 如果你还想要 这段亲力关系的话 你去引领他 因为他确实小 对吧兄弟 但是不能 我觉得小 小是小对吧 你不能以小卖小啊 这个我能理解 对吧 对 问问内心的声音吧 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60秒 其实呢 我觉得 咱们两个人 经历了这么久 毕竟是六年的时间了 所经历的事情呢 坎坎坷坷 我觉得我们以后 我希望有你的陪伴 能跟我一起嘴下去 虽然你比我小两岁 但是 我觉得你确实是 很不成熟 而且有些事情 就是做到 我认为 就连一年级小孩 都不会犯的错误 你都会犯 我就 我就觉得 有时候挺不理解的 但是有时候又想想 你又比我小 那么两岁 我确实应该 像主任说那样 应该去引领你 然后 我觉得 可能说 可能是真的不太合适吧 可能我们之间 还需要一点默契 或者说 一点 时间 来 大家一起去想一想 想一想 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人可以 慢慢来嘛 对吧 你这话说的前后矛盾的 白转千回的 一会儿我觉得有戏了 一会儿我觉得没戏了 想去吧 我也很纠结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现在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打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万事打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节目内容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大家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狱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这对六年好友 变成了恋人之后 还能继续走下去吗 来关注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